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号星期二 网络现在传言 最近一个新传出来的 说是8964天安门的实际死亡人数 网络传言说是一共死了31978人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准确的 一个精确到各位的这么一个数字 说这个数字来自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的真实数字 其实8964我以前我记得18年还是19年的时候 反正我有说过一些对吧 8964我只能说我都是道听徒说来的 我82年出生的 89年的时候我好像7岁 那时候字也不太认得全 我有点印象 马路上弄的乱七八糟的有游行的队伍 然后那时候我妈拿着自行车 我坐在车后边 然后就看这个书上都挂着 也写小瓶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说为什么挂小瓶 说是邓小瓶 然后马路上的字 其实他们写了好多标语什么的 我认识的也不全 那时候认识的字也不多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对8164就是模糊有个影而已 这么多年过来了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听过很多 我有一个亲戚 他的同学参与了 参与了之后 同学去了之后有 就是说就没回来 这人就没有了 后来就所谓的天安门母亲 孩子找不着了 然后也不许说 就说有的就还骗别人说去外地了 然后但是最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人就没了 我们亲戚里就认识 就这样了 就找不着人了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总觉得8964就是说死了很多人 我小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谁跟我说的 或谁给了我一个错觉 或者暗示 我小的时候总觉得天安门广场死了几十万 然后我总是这么一个观点的 而且我总认为国外已经就是说 这有定论了 而且国外有录像 有证据 能够证明天安门广场屠杀了几十万人 后来等我出了国之后 我最感兴趣的 其实还是648964天安门 出来之后在网上搜 搜了半天 我反正也可能是我笨 也可能咱不会用互联网 放我在互联网上 我就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视频的证据 就是说屠杀了几十万人的 然后经过我的不断的 就是说开始看了很多采访 当时64的一些什么这些人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说 我想我后来对64 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未必是准确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什么 到了6月4号的早晨起来的时候 就是说中共已经开始要清场了 大喇叭一广播之后 就是说有几个学生领袖就意识到了 可能要动手 然后就劝学生 咱们就撤了 别硬抗 硬抗可能要有大规模的牺牲 然后学生就开始撤 撤离 学生们还是可以的 中国人们都比较聪明 都比较机灵 一看着面不对 大家就撤了 一边撤一边就对着镜头说 我们还会回来的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绝对不会妥协的 一边说一边就撤了 一边跑就不公算跑 算你说不是逃跑 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词汇 来形容这个 我想想战略迂回好不好 战略迂回 在战略迂回的过程当中 一边走一边说 我们还要回来的 胜利属于我们 当然但绝大多数人就都撤了 天文广场最后 但是有一些的就是坚决不走到 但是这个是少数 应该我看也就是说几千人 恐怕都到不了一万人 这么个意思 所以当然最后剩下零星的这一点 就聚集到什么 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去了 然后在这就被打死了 但是这个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的反正我只能说我猜 我猜我估计几千 也可能就是说 但我感觉应该就是不会太多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还有什么 有一些其他地方 就是这个部队进来 说找了好几支部队一起进入 不能让一个部队 就是说手上沾血 大家要军摊 从几个方向的不同的进入 都是就是说给的军委 给的强制命令 必须在几点几分到达 在这集结 过程当中 不管 必须要到 这里面有的部队 就是说比较冗了 职业开了坦克就压进来了 反正我得的命令 我必须要到 我几天几分必须到 我不管你们 你们谁敢来 我就去开坦克 就压过去 有的部队 就是说没有那么狠 就是一点掌握向前推进 在这过程当中 就是说部队也有死伤 部队当前推进成 被老百姓 就是说攻击 扔一些砖头什么的 部队也有死伤 后来 当然有的部队就开枪了 有的部队就还比较克制 这就是要看各个部队了 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跟老百姓发生了冲突 也死了一些人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 就是说坦克 刚开始没意识到坦克要压 坦克真的一压了之后 迅速的就跑开了 大家就跑开了 不是说坦克压了之后 还前不后继的往坦克里下钻 这并没太出现 大家在这大多数还是跑 没跑了 就被压倒了 基本上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 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路上也死了一些人 基本上我认为 是这么一个 算是我比较贴近于事实的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看了一下 他的数字和他的报道 我觉得跟我 就是说分析和我推测出来的 应该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还比较接近于事实真相 所以虽然这是网络传言 但是我也觉得 能跟大家报道一下 好吧 他说是31978人 他说第一大类就是学生 学生占了10974人 1万多 第二是普通人员 是7992人 第三是不明人员 就是说最后无法确认身份的 有11865 因为有一些 天安门武器 就找不着了 无法确认身份 实际就处理掉 就完了 就找不着了 就等于算 对于家属来讲 是失踪了 对于政府来讲 也懒得再去查谁是谁了 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好 有时候真的就查不出来 然后第四位是军人 军人死了113人 军人也有 这部队也有死伤 刚刚我也说到了 那个里边 就是说在第二类 普通人员和第三类 不明人员里边 这里边就比较乱了 也说这边可能有学生 没有确认身份的学生 可能有工人 农民 公安 便衣 教师 甚至还有外国人 有一些外国人在那 也就是说被签证到了 可能是被流弹 或什么打到了 这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人 然后就是地点 各个不同地点的死伤情况 在颐和园附近 死了12个 大会堂一册 有3569人 博物馆一册 5781人 北京大学地区 死了17个 清华大学地区 死了23个 绕开了学校了 主要就集中在那边去了 然后纪念碑南册 可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南册 有2544 这我就说了 就是说广场上 最后聚集到这个纪念碑 正好最后被打死了 最后可能就剩了 2000多人 2544人 万寿路死了39个 纪念碑的北侧 还有4633 这我就4633人 就不太清楚 这个纪念碑 怎么北侧南侧还不一样 可能是堆了两个尸堆 可能是 然后沐西地地区 有11个 死了11个 长安街有9531人 燕京饭店外 死了27个 金水桥附近 289个 民族饭店外 死了57个 五门那号 死了812个 西单地区113 前门大街53个 西单至新华门 有389个 崇门门地区29个 达汇唐北 271个 北京饭店外 21个 南长安街 至南池子街 这有933人 建国门外 死了19个 二环建国门 至朝阳门 死了33个 然后 就地枪决了 1918 1918个 后来说第二天 反正部队也死人了 部队有点什么了 然后在一些地方 招到了部门人员 就地枪决了 死了1918个 然后洪庙地区 死了17个 医院的地方 死了837个 那么 合计加在一起 是31978人 我就偷懒了 这个东西 我在网上看到了 传过来之后 我没有把前面这些数字 加在一起 我不知道 加在一起之后 是不是真的 就正好是31978 有兴趣想去弄一下 可以把我前上报的数 你去加一下 看看对不对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认为这个情况 应该跟我的分析差不多 就是说主要是冲进来的路上弄了一些人 然后当天有一些军人死亡 然后在当天 第二天凌晨到中午的时候 部队在马路上有一点 就是说杀红眼了 还据说有逃跑的被抓到了 然后就地就打死了 也有 有1918个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三万多人 我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就81645 我不能算是这个清理者 虽然当年已经七岁了 但是真的也不能算清理者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 这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和我心里预计的 和我呢 了解的各方面的情况呢 去推测的数字呢 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好吧 那当然了 不见得是真的 再次再次说啊 这是没有没有办法去 这个去证实的这个消息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